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有时候为了能更好的媒体 能看到他们的活动范围 然后我就给他们安了一个监控 他们吃饭的时候 或者他们迷失的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监控 跟他们直接沟通讲话 去让在一起那种感觉一样 聊天很方便 有一次我跟他说过 就是我说过摄像头 上面可能会落差 落差的时候就把摄像头挡上了 我们这边可能就看不起 我看到心里头都是感觉到很心酸的 因为父母的年龄都很大了 他们应该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 但是我们儿女都在很远的地方 不能去陪伴他们 不能去照顾他们 从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可能就会把接光打开 APP打开 然后通过手机我看他们的人做什么 然后呢 我在做饭的时候 或者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在吃饭 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 就可以一起聊天 就是虽然也很远 他们也在吃饭 我也在吃饭 就换当做到一起吃饭那种感觉 吃饭